那我们这个时候先来说说这则故事 威廉先生的圣诞树 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 每一年在圣诞节之后 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到处都有圣诞树 去到百货商场 去到不同的餐厅 或者甚至有一些在学校里 在补习中心 在安静班 在你们的才艺学习班 都可以看到有圣诞树的装饰 那有很多小朋友的家里呢 其实也有布置一棵属于自己的圣诞树的 有没有啊 如果你家有布置的话 那你就举举手 让老师看看 下一次呢 你有机会你可以把它拍一拍 然后给老师看 Abel的家里有 还有谁的家里有圣诞树的 你可以把它拍一拍 让老师看一下 浩宇宇涵 你家有圣诞树吗 没有啊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一则呢 就是跟圣诞树有关的故事了 这个故事啊 叫做威廉先生的圣诞树 这作者呢 是来自美国的罗伯特巴瑞 图跟文字都是他创作的 不过呢 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中文的版本 好 来看看 威廉先生的圣诞树 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 威廉先生呢 每一年都会在自己的家里 装饰一棵美美的圣诞树 当然 今年也不例外 威廉先生呢 到了这个圣诞树 有很多圣诞树的森林里面 挑啊挑啊挑了很久 他终于挑到了一棵他非常喜欢的圣诞树 他把它买下了之后呢 就请送货员把这个圣诞树送到他的家里 这个圣诞树啊 各位看一看 整棵圣诞树呢 看起来是闪着绿油油的光亮 而且非常的茂盛 如果你靠近它 你还可以闻到有一股绿绿的青草香呢 威廉先生一听说圣诞树要送来了 他已经非常的着急了 你看他就在他家的大门口等着 因为啊 这是他买过最大的一棵圣诞树 圆圆的车子终于到了 威廉先生迫不及待的就冲下了台阶 啊 圣诞树终于送到了 威廉先生一看 哇 壮观啊 哎呦 真的是太漂亮了 他一面看一面忍不住的就欢呼起来了 这圣诞树到了他家 哎呦 伤脑筋了 它可是今年最棒的圣诞树呢 呃 可是要放在哪呢 呃 啊 就放这里 就放这里 于是呢 他就让管家把圣诞树搬到屋子里面 不过当这个圣诞树摆好了之后呢 威廉先生抬头一看 哟 他开始伤脑筋起来了 因为这高高的圣诞树碰到了屋顶 他的树梢啊 像弓一样弯向了一边 哎呦 我的天哪 怎么会这样呢 得赶快想想办法才行 哎 该怎么办呢这是 这个时候威廉的管家就拿着梯子 一听到威廉先生这么说 他二话不说就爬到了圣诞树的树梢 然后咔嚓一声 用斧头就把最高的那一段给砍了下来了 哎呦 这么美的圣诞树 这样子砍了好像有点可惜呢 不过威廉先生却非常的高兴 他大声的喊道 哎 太好了 太好了 哎 现在来来来来 我们可以开始来装饰这一棵圣诞树了 刚刚被砍下来的那个树梢怎么办呢 丢紧工作开始的时候 管家就把那个树梢放在一个银盘里 以后啊 他就在想了 嗯 该送到哪去呢 啊 我知道了 无论是谁看到这棵小圣诞树 一定都会喜欢的 于是呢 管家就把这个圣诞树 送给了他们家的家庭女佣 这家庭女佣叫做爱德莱小姐 这爱德莱小姐非常的开心 他就把这圣诞树给带回家去了 哎 摆在桌子上 左看右看的 嗯 我要好好地跟他修剪一下 特别是这个树梢 哎呦 我的天啊 哎 恐怕得要给他剪下来了 哦 一样的问题出现了 刚刚被砍下来的那一小段 带到爱德莱小姐的家 又是太高了 于是呢 爱德莱小姐很快地又拿来了一把又长又锋利的剪刀 他一面唱着歌 一面咔嚓 又把这个上面太多的树梢给剪了下来 这个小小的树梢呢 就被扔到房子的后面 等着第二天被收走 咦 这么好的一棵圣诞树 扔掉了多可惜啊 圆丁提姆在经过这房子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了这棵漂亮的小圣诞树 他捡起了小树棺 赶紧地跑回家里 他想要用这个小圣诞树给太太一个惊喜 太太一看 啊 太棒了 提姆的先生 提姆的太太姐不敢相信自己的原因 嗯 我们的房子好像小了一点 恐怕要剪掉一些才能摆得进来 还没有等话说完 他就咔嚓剪下了这小小的树梢 然后呢 又把它扔到窗口去了 接下来 这个又被裁剪下来更小的一段 会跑到哪儿去了呢 这个时候 圣乔有只大熊经过了 他一眼就看到了那上面的一小节 圣诞节快到了 谁会在这个时候 把一棵漂亮的圣诞树给扔掉呢 大熊疑惑地自言自语地说 嗯 也许我应该把它带回家 亲爱的 亲爱的 你看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礼物啊 大熊还真的把这一小段的圣诞树给带回家去了 这熊宝宝一看 哇 哇 你看很漂亮的圣诞树耶 可是树上连一颗星星都放不下了 小熊站在远远的就大叫了起来 别着急 我们可以从下面截掉一点 就从这树干这儿砍掉一些怎么样 熊爸爸问道 熊妈妈一听摇了摇头 她拿起了一把锋利的小剪刀 很快的她就把树顶给削掉了 接下来呢 哇 真的是可惜耶 熊爸爸一面看着 太棒了 哎呦 这个办法真的很好 来来来来 我们就用这铃铛 还有圆环装饰一下 哎 哦 再放上这甜甜的浆果 你看啊 还有还有等一等 还有这个闪亮的彩带 哦 太棒了 熊妈妈一听就说 啊 嗯 你们喜欢怎么装饰就去做吧 我啊 要先把这一小段的树梢给丢掉 说完呢 熊妈妈便走了出去 这是一个下雪的晚上 狐狸路过大熊的家门口 他正准备要回家去 这个时候 他的眼角就突然看见了这个小树梢 他高兴地摸了摸下巴 赶快撑开身上的口袋 然后把小树梢塞了进去 他连蹦带跳地跑回了家 他飞一样地进了家门 哎呀 圣诞礼物是不可以迟到的哦 独立太太看到了这个圣诞礼物 他是有多开心呢 他说 啊 亲爱的 你好伟大哦 哇 这个礼物啊 可要比苹果肉碎饼好多了呢 狐狸太太虽然还是非常的开心 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 哟 这圣诞树好像还是大了一点点 亲爱的 别担心 我们很快就可以把它给弄好的 果然 又是用了一样的方法 把上面那个太多的部分 咔嚓 又被剪掉了 这个时候谁会剪到继续砍下的那一段呢 小老鼠 一只小兔子经过 不用说啦 这小兔子一定是发现了这个小树梢 哇 这棵小小的圣诞树 一定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 小兔子好高兴哦 快来看快来看 看看我找到了什么 快点快点 他大叫着举着小树冠 三步并着两步的奔回家里 大家一起围着那个小圣诞树 一面高兴的唱着 跳着 然后一边啊 在吃着他们准备要做成 萝卜饼的胡萝卜 这兔子呢 亲自动手 切下了一片胡萝卜 想要给圣诞树做一个底盘 做好了之后呢 他们就说 嗯 我们把这个小树放在壁炉上面 怎么样 可是他们一放上去 被丢到窗户外面去了 小老鼠 就在这个时候 经过看到了这最后的一小节 他拖着这个小树弯 在风雪中 走破了冰冻的小河 再一步一步的爬上台阶 一连啊 还跌倒了两次呢 最后呢 他终于回到了温暖的家 这个时候 鼠太太也开心的 出来迎接小老鼠 他说 哇 这棵树的大小 这不合适哦 小老鼠的家可乐了 他们把圣诞树细心的装饰 飞起来 在上面呢 还加了一颗用起 做的小猩猩哦 哈哈哈哈 各位小朋友 如果你家也有一颗 像威廉先生一样的圣诞树 那是不是很棒呢 嗯 请听威廉先生的圣诞树 你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